交由该协会的其他部门进行负责 好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根据《路线街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周慕云在3月21号的报道 那么加州的SB1383号法案 在今年的1月1号起就实行了 要求所有的居民企业学校 把厨余食品的残渣归类为有机废物 丢到一个绿色的回收桶处理 跟其他的垃圾要分开 没有能够将有机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的人 将会被罚款 民众对此是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环保座贡献 也有人认为过于麻烦了 这绝对是形式主义 法案要求所有的居民企业学校 要把厨余食物的残渣归类为有机废物 丢到绿色回收桶处理 跟其他的垃圾要分开 政府会将有机的垃圾转化为堆肥 供学校、公园、城市绿化、花园、农场使用 没有能够将有机垃圾和其他的垃圾分开的 将会被处以罚款 各个城市的罚款规则不同 比如说第一次违规罚50到100 第三次那就是罚500了 对此洛杉矶雅捷垃圾清洁公司的主任 陈湘宁就表示 SB1383法案在2025年的目标是将加州的有机废物处置量减少75% 来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 而甲烷是除了二氧化碳以外的第二大的因人为活动而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 通过回收有机的废弃物是处于有机垃圾避开了垃圾的填埋场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 强制的垃圾分类规则开始实施以后 居民却对此反应不一 居民王女士就认为 这是个好事 强迫大家进行分类来减少填埋垃圾的量 以前的食品残渣都是放到垃圾袋直接丢了 现在把食物厨余都丢到一个小绿桶 可以减少很多填埋的垃圾量 政府把有机的垃圾统一做成堆肥 保护环境造福子孙 每个人都能出一份力 而核桃市的居民孙先生则表示 政府发的那个绿色的回收桶很小 一个星期收一次的垃圾 桶都装不下一个星期的厨房的垃圾量 而且家里的厨房也是装了这个厨余的搅拌机的 已经习惯了用搅拌机直接处理食物的残渣了 尤其到了夏天 把这个厨余垃圾扔到这么个小绿桶里面 隔夜的食物很容易发臭 也很容易招来苍蝇 对此 雅捷垃圾清饮公司的负责人就建议民众 在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把厨余的垃圾 用可降解的垃圾袋装起来 再放到冰箱里面冷冻 最后再垃圾车来收垃圾的当天 把已经冷冻的厨余倒进绿桶减少异味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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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